先给大家看一下拖延症晚期的育苗盘 就是应该要移栽定期了 但是还没有做 我平常育苗就是用这种削盘 用育苗盘先育苗再移栽的话 就是比较方便 我家里最近攒了一批盒子 然后这个就是明油槽的盒子 它的大小和深度都是够的 就是它也是一个格一个格的 然后和育苗盘差不多 应该说比一般的小的育苗盘 它还要大一些深一些 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求不太高的话 就是不过度的追求美观 用它也是可以的 还有这种就是鸡蛋盒 最近买鸡蛋的盒子都没有任何 但是呢也用不完 就用了两个 然后这两个里面是用了一些生菜 还有沙拉菜 它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有个盖子 然后你播种的时候如果遇上下雨天 你可以给它盖上 就是就不会把种子冲跑 我之前播的有一批已经被大鱼冲了七零八五了 不过它和刚才那个米头桃的比起来 就是小一些 然后大概有它的二分之一吧 我感觉就是那个用途的量 这个盒子是生菜 不是冰菜种子 然后它是那个鸡肉的盒子 就是你有时候超市里面买来的鸡肉就是这种盒子 然后它可以 嗯也可以拿来预料 反正就是这种容器大部分都可以用的 就你底下给它投好孔 这是刚刚投好孔 然后把土填满了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就是浇水 不要不要给它浇水 不要用浸喷的方法 等它发芽 那个苗子长壮以后就可以浇水 小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发芽 或者是一点芽的时候 不要浇水 用浸喷法 像这个小盒子就是给它多投一点孔 然后透水性就好一点 最后就是剥手 都弄好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放出去 放在有阳光的地方 然后它就会发芽长大